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砖 第164节 在家里不吃不喝的整整睡了一天,奶奶过来看了不下十遍 云野朦朦胧胧中知道奶奶来了,却睁不开眼 这些天呢,就没有真正的休息过,脑子过度的使用,哪怕在睡梦里都担心有杀手上门 现在放心了,这心神意松懈肉体和精神上的疲惫一起席卷而来 需要深度的睡眠来休养 他听到了奶奶的叹息,也听到了姐姐妹妹们的低声啜气 奶奶轻轻的抚摸着云野的脸,一个劲的说 我可怜的孙子,我可怜的孙子呀 鸡指叫了头便,云野就跳了起来 精神抖走的厉害,肚子也饿的厉害 手在云野身边打瞌睡的婶婶 被云野起身的动静给惊醒了 柔肉眼睛,见云野醒了,很是高兴 一边大声的吩咐丫鬟给侯爷准备饭食 一边呢,给云野穿衣 起诉完毕,梳完头 云野跑了一趟厕所 一出来,就觉得自己已经四大皆空了 尤其是肚子,只要一吸气 这潜心呢,就能贴到后背上去了 金黄的小米粥,就是那样的合胃口 一盆粥下肚,再配上几个小馒头 咸菜也来几条 云野就感觉自己现在上山打老虎都不成问题了 在家里的单杠上松一松骨鞋 虽然呢,只能像蛆一样的扭动几下 这好歹呀,也算是运动了 谁成想这稍于用力呀 刚刚喝下去的粥,就在往上翻涌 好东西可不能浪费了呀 强压下去 等胸腑肩不再翻腾了 云野已经是满脸泪水 不明白止吐为什么会流眼泪呢 太流人了 赶紧去重新的洗衣遍脸 天色威明 却下起了小雨 这或许是关中大地上 今年最后的一场幸花雨 所以下得格外缠绵 细细的雨丝被山风催散 象物多过象月 吹面不寒杨柳风 沾鱼 玉湿杏花雨 这两样都是云野的最爱 事实上 只要是天上下点什么 云野都喜欢 包括冰雹 记得小时候 村子里遭了煲灾 最大的冰雹 足有鸽子蛋大小啊 密密麻麻的铺满田地 大人阴郁着脸 不停的咒骂着 这该死的贼老天 刚刚吐碎 麦子全完了 只有云野欢叫着 跳跃着 跑到野地里 捡还没有融化的冰雹 还趁着没人的机会 偷偷往嘴里塞了几颗 这样干的下场 可想而知 母亲的一顿臭揍 让云野彻底记住了 冰雹不是个好东西 但是男孩子嘛 在挨了揍之后啊 流着眼泪 躲在被窝里怀念的 却是冰雹含在嘴里的那股 凉丝丝的感觉 乡下没有扰人的境界骨 只有早起的禽鸟 在树枝间吟唱 头一回发现 起得最早的鸟雀呢 居然是灰灰的麻雀 用橘红色的小爪子 不停的抓挠羽毛 他们也需要收拾头面 来迎接这个美丽的早晨 撑一把伞不是用来挡羽的 而是一种意境 一个撑着油纸伞的轻衣柿子 就这样湿湿然的融入到了这幅水梦画里去了 家里的护卫都换了人 老庄自从上回从污水沟里爬回来 被栅栏上的铁刺刮的浑身都是血痕 更可怕的是 伤口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 发炎了 云叶用了大量的消炎药 才缓住了伤势 如今呢 有些好转 被奶奶勒令在家中休养 他的消息虽然给云家造成了一场虚惊 但是云家上下都是极为的成情 就如同奶奶说的 这样的护卫千金不换 云叶身后都是一些五十余岁的老护卫 都是百战精兵啊 随云叶从左五位退役之后啊 就在云家庄子安了家 以不娶自居 两年的悠闲生活 没有削减他们铁血的本质 行动之间依然是军人的本色 三十年的征战 军队给他们烙印的太深了 云家最可怕的人 不是老庄和刘金宝 而是这些看似木纳的老人手 这三十斤的链子锤 握在手里如同草剑 普普通通的横刀早就被他耍得出神入化了 只要认真起来 刘金宝在他们面前就如同安蠢 他们很少和庄护们往来 全部把家安在了云家庄子左侧的山包上 云家在那里啊 盖了一个极大的院子 他们三十几人 连同家眷就住在院子里 连儿女嫁娶都是三十几家里解决 这一代不要紧呢 云叶很为他们的后代担心 用不了几代 血脉就会同化 云叶很不希望到时候啊 那个院子里住的全是傻子 劝过好多回了 住在那个山包上啊 干什么都不方便 吃水需要走老远去挑 离田地也远 云家诺大的庄子 不明白他们为何偏偏选中那里啊 老牛在云家庄子游逛的时候 看了一眼山包 对云叶说 老兵们的选择没有错 那个山包啊 是云家这片土地上的镇眼 可攻可守 云家将来如果发生了大变故 这里是匕首之地 云叶这才明白 老兵们为什么会选择这里 他们说不出老牛的那番话 百战老兵的直觉 让他们不由自主的选择 对自己有利的环境 云家上下立刻闭嘴 找了十里八乡最好的打井工匠 几乎把山包打穿 才打出一眼井来 谁亮想啊 这水井的水质啊 好的出奇 赵延龄想要监察 非那里的水不用 原以为是个赔钱货 谁知道啊 居然是个宝贝 云家的酒房就被安在了大院子里 就用那里的水酿酒 蒸酒 云叶呢 还手把手的教会了老兵们酿酒 这样一来啊 老兵还有家里的子女都不用下地耕作了 只需要按照主家的要求酿酒就行了 每个月还有不菲的工钱拿 然后呢 在山坡上啊 开一片小地 作为菜园子 老兵们的生活 过得极为邪义 有大糖品质最高的酒可以喝 还可以为事 调教一下庄子里的厚生 把心中 由于多日不杀人的积累的暴虐之气 散发一下 这样的日子 以前是做梦都没有想过呀 老奶奶在昨天就到山包上了 把云家可能遭到杀手袭击的事情啊 给老兵们讲了 那自然是引得老兵们大怒啊 声称这两年没啥人了 怎么什么阿猫阿狗的都出来了 叫老夫人放心 有他们在 云家就不会有事 老奶奶刚回家 老兵们就全副武装的 接受了云家的防护 顺便呢 把那些不成器的子弟 统统的揍了一遍 老兵们是打心眼里 喜欢这个年轻的侯爷 没架子 随和 对待身边的人 心也成 自己临老了 还有这样的福气 也不枉自己 血里活里的 留住这条老命来享受老福 侯爷呢 是全家幸福生活的保证 只要侯爷活得好好的 子孙三代就会把这种好日子一直享受下去 为了自己 那也要保住侯爷的命啊 至于自己 他娘的早该死了 杀了那么多的人 现在享福也享的不安分 最好所有的罪孽都自己一个人扛 留下的这些子孙呢 心安理得的享福 江说 我只是去书院 没必要这么大张旗鼓的折腾吧 云家上下按照老奶奶的吩咐啊 把这些老人统统尊为长辈 侯爷这话就差了 昨天听老夫人讲 侯爷把豆家给干掉了 那就是干的不干净 留下了活口 这样的大仇 豆家余孽 那又不报复他 老头子之所以从战场上留下一条命 那就是靠的谨慎呢 从不敢大意 侯爷下回啊 再有这种活计 只需要交给我们兄弟去干 保证不会留下后患的 百奇思的蠢货是越来越没用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这些 这杀人呢 几乎成了他们的本能 他们解决事情呢 唯一手段就是用刀来说话 这次为了绿竹出手 这云叶啊 没后悔 无论是站在道义的高度上 还是出自本心 都没有后悔的必要 豆艳山威胁到家里亲人的安全 必要的时候 云叶不介意 把豆家的最后一点香火也给灭了 老兵们围着云叶往山上走 不时的点凭着玉山美景 这手却从来没有离开兵刃的三寸之外 烟雾缭绕的主风若隐若现 瀑布也带着万军之力狠狠的砸落下来 一架钢铁打制的水轮在飞快的转动 铁轴夹在铁架上冒着烟 没有轴承 没有润滑 这个水轮支撑不了多久 铁轴要么会爆死 要么会磨断 没有第三种可能 能干出这种事情的只有李泰 他钱多的没地方用 就变着法的制作机械 滑轮的成功 让李泰的信心大增 总是琢磨着要让自然之力为自己所用 工业上的事情需要不断的投入 不断的改进 才能有所匹益 很适合李泰干下去 一个人傻 钱多的家伙 脑袋又是一根筋 会用他用谁 就像现在云烨明明知道答案 却偏偏不告诉他 轻易得来的东西不会珍惜 李泰成功之后的喜悦 也会减守一半 既然就差临门一脚了 就让他自己去琢磨吧 还没有转过山脚 就听见这铁架子轰然倒塌的声音 云烨稍微的停了一下脚步 又开始向书院走去 李泰带着护卫匆匆赶了过来 这个铁枝的架子已经足足的支撑了三天 水轮的转轴是他专门找好手打造的百炼钢 只要再撑过两天 这个水轮就可以连接岸上的重锤代替铁将打铁了 这样一来呢 能够把钢铁的质量再提高一个等级 对大唐的意义十分重大 父皇呢 也非常的赞成 上回母后来书院 还专门陪他看了一天水轮的运转 虽然那一次水轮只坚持了一天就塌了 母后却对这件事大家赞赏 让李泰的心里充满了自信 李泰见到云烨的时候 他的侍卫很紧张 因为那些看起来和老农一样的云家护卫 已经战成了风质状的攻击队形 为首的侍卫头领一闪身就把李泰护在背后 腰间的横刀已然出窍 他接到百提斯的警告 近期有恶贼意图攻击皇家 必须将魏王保护的妥妥贴贴 否则就不是他一条命可以把这件事交代过去的 魏王每天的行程都是固定的 还好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院 只是每日去瀑布那里观察水轮必不可少 已经三天了 假如运气好 再有两天 魏王又可以泡在书院里不出去了 这是做侍卫的大福分 看到云叶 李泰就把侍卫推开 急匆匆的跑过来 对云叶显败 叶子 你上山的时候 有没有看见我制作的水轮呢 怎么样 动力强劲吧 现在只需要在岸边加装连接器 就可以代替铁箱打铁 日夜不休 这样一来 我大唐的钢铁产量会翻倍的增长 怎么样 清雀 确实不错 你只掌握了一些最基础的东西 就可以做到这种地步 难能可贵啊 清雀 你的确让我感到吃惊啊 这样下去 你轻使流明已经可以预期了 不是以你魏王的身份 而是你李泰的这个名字将万古流传 你想想水轮机可以用来干什么 农夫们淘米是不是用得上啊 驴子拉末是不是用得上 粉碎矿石是不是用得上 不光是打铁 清雀 延展性 思维性很重要 把他的全部功能发掘出来 刻物一到 你将会是第一人 到时 你将是所有人 仰望的存在 李泰的圆脸都笑成了包子 还有些害羞 抓着云叶的胳膊说 叶子 你说的对极了 我们一起去看看水轮 你再仔细看看 这百炼钢打制的中轴 它就是耐用 我昨晚去看了 还运转的极为流畅 再有两天 我就可以确定 它是否可以大规模使用了 看着李泰期待的眼神 云叶发现 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 似乎有点残忍 堂堂的魏王千岁 每天吃着简陋的圣饭 当别的王爷 过着醉生梦子 酒池肉林般的生活时 他却蹲在铁匠房里 看铁匠打铁 一次又一次的面对失败 依然死心不改 这样下去 魏王李泰迟早会成为圣人 哪怕他有各种各样的毛病 只要再坚持二三十年 云叶就可以用看神的眼光来看他了 清雪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由量变又发质变 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 所谓神聚目断 水滴石川 就是此理 云叶很是语重心长 至少旁边的老头就认为这是很深的学问 凡是他们听不懂的 一定是好学问 我要你去陪我看水轮 不是要你积极歪歪的说一大堆屁话 赶紧去瀑布 这句话的出现 云叶立刻觉得自己的同情心很无聊 这混蛋呢 还需要在科学的道路上继续磨练 这个 清雪 不用去看了 你的水轮记忆又塌了 就在刚才 你又可以接受一次教训 离成功 又进了一步 现在你去 只能看到水轮躺在水潭底部的样子 李泰如同一匹 屁股上中箭的马 嚎叫着冲向了瀑布 他身后的侍卫急忙追了下去 嘴里还不停的请求魏王殿下慢点 今天上山的人很多 程夫人和牛夫人早在三天前就上了山了 住在自家的小楼里 轻易不见客 星月这几天就在山上陪两位夫人游览玉山 撑着伞在春雨里漫游 实在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啊 张满青苔的石板小路 弯弯曲曲 逐渐被满目的绿色吞没了 吞不没的是那些彩色的油脂伞 高燃的贵妇 梳着双环的侍女 不时传来的轻笑 让玉山显得更加春意盎然 还没有上前见礼 就听见有吱压吱压的牛车驶过 披着缩衣的黄鼠 志得一满的跨坐在车员上 摇一声前面的黄牛 再回头看看牛车里坐着的妻子 婴娘怀里抱着一个墙包 一个戴着虎头帽子的小脑袋露在外面 这是他们新生的儿子 绣娘歪着脑袋 看着自己的丑弟弟 不时的用紧帕擦一下弟弟流出来的口水 一辆牛车再满了幸福 见云烨在路边笑着看自己一家 黄鼠脸上一红 从牛车上跳下来给云烨见礼 黄鼠给侯爷见礼了 一个多月没见黄鼠 似乎是多了一些自信 少了一些猥琐 弯腰见礼也显得娇贱 书院的气质也逐渐的影响到了他 不再像以前一样 干什么都像是做贼 走路都得溜着墙根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冠 作者 杰宇二 演播 今儿 更多精彩有声书 近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